在昨天的分組積分賽中 家教們展開了一場最激烈的智力攻防戰 而最終落入失敗區的四位 唯有成大醫學系的宋康 成功地保住晉級機會 然而在今天的搶達淘汰賽中 家教們各個風景神經決定用速度 來一決勝負 喝酒 好 喝酒 選項都沒出來 玄奘對中國佛教的最大貢獻為何 三有系統的翻譯佛經一塊 其實大家沒有用來看選項 古埃及州 主神 是下列合者 怎麼那麼快啊 今天的都滿強的呢 幾乎都沒有選項就來了 究竟在這場智力與反應的極限挑戰中 誰能倖存下來呢 十萬元 倒數三天 今天的賽制是採取搶達淘汰賽 二十四位晉級的參賽者 共被分成八組 而每組會有一人遭到彈汰 總計有八人將在今天 離開這智力的競技場 馬上要登場的第一組 相信三人對彼此都並不陌生 上回的對決 鄭君茂已滿分晉級 明顯戰區上風 而趨於劣勢的潘瑞峰 更是落入失敗區 究竟今天又會是誰勝誰敗呢 第一組請準備 請出題 成語畫蛇天族 比喻多此一舉 不但沒有好處 反而還會壞的事情 請問 畫蛇天族的由來 最初是為了什麼事 一 打仗 二 喝酒 好 喝酒 選項都沒出來 喝酒 對我錯 恭喜 來 要不要解釋一下 等一下 一定不是猜的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故事就是說 有一群士兵 然後呢 他們說 在一個很冷的冬天 然後只有一壺酒可以喝 可是一個人喝那麼多 那麼多個人喝一壺酒實在是不夠 所以他們就提議說 看我們就去哪一筆畫蛇 誰畫得最快 誰就可以先喝 然後這塊畫好的那個人呢 他說 為了表達說我最厲害我最快 那我再來多加個幾筆 代表說我很快 結果後來第二個畫好的人說 你畫這個根本就不是蛇 因為蛇根本就沒有酒 所以這個酒是我的 對 古天樂他解釋對嗎 那你要不要補充10% 應該是不用 應該不用 好 恭喜潘如蜂 厲害 請準備 請出題 合反應 合反應 是指用質量來換取能量 請問 請問 下列合者 不是合反應要遵守的 一 質量守恒 哇 也沒選項 一 一啊 對或錯 可以解釋一下嗎 嗯 嗯 就是我們一般學的古典 物理 還有古典化學 就是有提到 就是說 質量守恒嘛 那就是在合反應 它算是比較近代的 那 嗯 它是兩個的原子 去 碰撞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 新的原子 那它們之間會有一個 就是質量的差 那 它們那個質量的差別 它就會以能量的形式放射出來 對 那應該 對 我就選一這樣 取上 非常高興能夠來金頭老人錄影 因為 這個經驗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可能一輩子 就進來錄影這一次 對 那我其實本身是非常喜歡去 嘗試各種新東西的人 所以 很謝謝製作單位 也很謝謝在場的工作人員 謝謝 歡迎收看吳俊業 謝謝 剛剛那一題身為物理系的 然後竟然沒有搶影 真的是很尷尬 那時候想說 慢慢等好了 反正就沒想到 就被人家按了 對 可能也是 參賽經驗太弱了 但是下次我會加油 接著下面一組的對決有趣了 三人分別擅長的是 文史 樹里和音樂 但面對製作單位 五花八門的考慮 誰會激高一筹呢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出題 中國文化史上 佛教是大規模移植的外來文化 請問 玄奘 對中國佛教的最大貢獻為何 一 廣見佛寺 二 創建佛教宗派 三 有系統的翻譯佛經 三 有系統的翻譯佛經 很快 今天大家沒有看選項的 三 對五或錯 厲害 要解釋一下 就是他去西天 去印度天竺曲經嘛 然後他帶了很多的印度佛教的經典回到中國去翻譯 西遊記就是寫這個人對不對 對 對 好 請恭喜 恭喜 謝謝 接下來是林恩惠跟唐勳浦兩個人要搶一張票 請準備 請出題 美利堅合眾國 簡稱美國 是由五十個州 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組成的國家 請注意一下圖片 請問 美國好萊塢會在途中哪個位置 好 請 二號 二號 對話錯 那最一是接近加拿大 一是華盛頓州 一是華盛頓州 對 我們以為華盛頓是在東岸 那是華盛頓DC 對 然後二是加州 三是我的州 德州 然後四是那個紐約 德州 德州跨過邊境就已經到墨西哥 墨西哥 對 是喔 我們邊界就是墨西哥 所以他們有時候偷渡不是從加州來這邊也可以到德州 對 都可以 那這個線會不會太長一點 從德州到加州 你說 這跟墨西哥交接的地方 非常非常長 這很難 很難去預防他們偷渡 對啊 對 恭喜你了 林惠來 請 上 其實我覺得這次來參加這個節目就是非常的特別這個回憶 然後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老師也好家家也好 各種關係也好 都是一種陪伴 對 都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跟愛心 就是來支持這樣子 那就是 以後我會再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 那可以再 就是回去多做一點功課 那再來挑戰一次 其實剛剛那一題你也會吧 因為憂鬱一下 憂鬱一下 對 對 反應來不及就被按掉了 謝謝 歡送一下 成為第二個淘汰者 接下來第三組請就位 天啊 我覺得很緊急 我覺得真的是完全意想不到 我覺得各個好球都非常厲害 我希望我可以突破成為拿到十萬塊 加油 蓮慧 接下來是第三組的主戰 而其中 成大F4的楊清茂 將面臨重大危機 她的對手 一位是補教老師 另一位 則是中英語講師李佩景 在兩大強級的假風下 她還有生存的機會嗎 佩景有壓力吧 好緊張 非常緊張 對啊 而且你看 不是聽完四個選項嗎 稍微知道了 慢一點都被按掉了 對啊 這邊的題目真的都好 好有挑戰性 那很多人想要出國留學 你是建議她是國中畢業 還是高中畢業 或是小學畢業就要 我就是要看家裡的狀況 如果是想要在語言這方面 那你家裡有經濟許可的話 我覺得國小畢業出國差不多 因為你至少中文是很 還有一個跡象 還有一個跡象 對 那因為我現在也教了很多外國人華語 那他們都是已經成年了 那再來學語言的話就會 比較會有挑戰性 然後他們老外也覺得 其實中文是最難的語言 我同意 對 非常同意 學語言本來就 不是那麼容易 像我一直在叫瓜哥 花生 花生 花生的英文 皮乃 皮乃 你不會教壞我 你現在想教壞我嗎 皮乃 沒有 我是在好意 因為我知道你常常坐飛機 所以你有時候要跟他們要一些花生 是 因為我們確定後面一本 皮 敢講這個 你就帶過去 花哥到底還是老江湖 想要整他 沒這麼容易 言歸正傳 要學習語言 最好還是從小開始 如此一來才能事半功倍 而接下來馬上進行第一道題目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請問 是誰 創立坐標幾何 1 畢達哥拉斯 2 高斯 3 丟翻圖 請冒 4 4 聽完三個不是就覺得4 對或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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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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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憶以下文字敘述 請記憶以下文字敘述 大嬸叫二嬸說服三嬸拿四嬸的錢 去買五嬸夢寐以求的演唱會門票 讓六嬸一起去看演唱會 請問 演唱會門票是花誰的錢 1 大嬸 2 3嬸 3 4嬸 11號 答案是3 4嬸 對或錯 究竟演唱會門票是花誰的錢 觀眾朋友你們知道答案嗎 家教旺盛的企圖心 差點把響打零都給暗爆啦 出水浮容 最初 是用來形容下戀合者 進來 我覺得答案是幹嘛那麼細 因為我剛剛以為他沒有 沒有 沒有 請問 請問 演唱會門票是花誰的錢 1 大嬸 2 3嬸 3 4嬸 11號 4 答案是3 4嬸 對或錯 你還可以講出來嗎 8嬸 請講 大嬸 叫2嬸 去說服3嬸 跟4嬸 去拿演唱會門票 去買演唱會的票 好讓5嬸跟6嬸可以去看 你還是沒講到拿誰的錢 所以是說服了3嬸 叫4嬸去買 所以應該是用4嬸的錢 她有講到拿4嬸的錢 4 對 恭喜冠韶來請上 恭喜你 佩景 這位美女來 請來參賽感應 我覺得知識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那來盡頭腦呢 可以發現自己不懂的是什麼之外呢 也可以增進很多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也謝謝妳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歡迎送一下慧景 現在進行下面一組請就位 我希望接下來考驗 能夠讓我全力以赴的準備 能夠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跟達到最後的成果 接著下來 又是一場宿命的對決 同樣都來自正大的三人 有一人必須要在今天離開 而其中 擁有5年家教經驗 任教全科的吳建倫 看來似乎贏面最大 是誰 創立坐標幾何 其實我剛剛聽到題目問說 誰創立SY坐標 就知道應該是敵他 就在國中的二級數學裡面 有提到 在剛才的數學題 我們都已經見識到 吳建倫的實力了 究竟在接下來的對決中 他會不會有更突破的表現呢 請出題 古埃及當中 相傳有許多神指 在掌控著人類的生命與文明 請問 請問 在古埃及中 主神是下列何者 怎麼那麼快啊 吳建倫 尼羅和神 沒有選項就是 尼羅和神對或錯 尼羅 也不提寫一下 拉 拉 拉是什麼 拉 它就叫拉 哪個拉怎麼寫 太陽子子拉 那是埃及文嗎 所以它翻到中文的那個字叫做拉 拉 對我錯 真的有拉耶 法拉利的拉 一是赛特 二是拉 三是欧西里斯 四是阿努比斯 那你既然都知道 其他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呢 我是玩一款游戏叫做 什么之谈 还好 我记得它的 有一张卡片叫做 太阳之子拉 然后它是 那个埃及神话里面的主神 我大概记得 就是其中的是什么 赛特我记得是战神 然后拉是太阳神 没错 欧西里斯应该是尼罗赫神 阿努比斯应该是展光死亡 我记得他 就是个黑狗头 对 有狗的那个 就是他们死的输 活的输的在谁的脚下 基本上它的那个绳子里面 赛特刚刚他们讲的是战神 那接下来呢 拉是太阳神是尼罗赫的主神 因为尼罗赫 他本身是以日曆为主 阳曆为主 所以说太阳是他们的一个关键 可是刚刚讲欧西里斯是 那尼罗赫神是欧西里斯 欧西里斯是他在神话里面 他就曾经是被谋杀的一个法老王 然后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 伊西斯帮他把他缝起来这样子 然后他死了之后就复活 把肉都复活 就拼起来之后他复活 变成阴间的一个掌控那个死亡审判 就是埃及人他们的神话 那就是死的时候会有那个天平 那一个羽毛跟把你的心脏挖出来 你的心脏如果说是坏人的话 就掉下去被阿努比斯吃掉 哦 那为什么跟羽毛去 就是表示说你这个 你的心是善良的 就是你比羽毛轻 就是没有太多黑暗的东西在上面 都过重就会掉下去 对对对 那阿努比斯是 就是负责吃掉的 专门负责吃掉的 印象中是这样的 毕业于台大哲学系的蔡晨峰 对于社会科类型的题目 果然通透 解释得也相当精准 不过这边 针对他较少提及的阿努比斯 再做个补充说明 根据文献记载 阿努比斯 一级埃及古字的腐败 而外形狼头人身的他 不仅是亡魂的护诵者 同时也是死者的守护神 我想姚立国万万没有想到 他会因为玩的神魔之塔 而成功击败两位同校的敌手 然而这场统奔厮杀还没有结束 接着就看另外一位胜出的是谁了 请出题 请问 出水芙蓉 最初是用来形容下列何者 一 音乐的旋律 二 诗歌的风格 三 女子的容貌 接着 我觉得答案是 你干嘛那么齐 因为我刚以为他没有 有 我刚刚我选的答案是三 女子的容貌 女子的容貌 对活错 听完吧 四 桂花绽放的香味 请作答 四 你本来也要选三对不对 对 你本来要选三 他把你剔除掉了 李维婷为什么一直摇头 因为我们在讨论 然后我们觉得应该是一或二 就是这应该是跟音乐有关这样 就是不知道是诗歌还是音乐 这边呢 我觉得是二 你觉得是二 斩钉截腿说是二 诗歌的风格 表达说他很清新这样子 出水芙蓉 诗歌的风格 我觉得大概或许是 三是后来形容的嘛 那四桂花 我在想说他应该不会掉到水里面 那我记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 音乐的旋律 那一二三四都有人选了 有人选音乐旋律 有人选诗歌的风格 那女子的容貌是现在的 对不对 最初出水芙蓉是形容什么 选择的是桂花绽放的香味 对或错 对 正确解答是 对 正确解答是 二 诗歌的风格 好 是 蛮如风 OK 继续PK 请准备 请准备 起初题 好了 好 好 好 劉佳琪現在先下手為強 來告訴大家 對貨座 要命的失誤 讓對手有機可乘 Get in someone's hair 一死為殼 我覺得他是餓 對貨座 謝謝 所以我就可以大膽的往 打擾到別人的面去了 我覺得是不是跟到 腦子裡面有關係 就是打擾到其他人 告白成功也是一樣 就是告白成功 就是你的手跟他的頭髮 那是不是像威迪這樣子 他也有眉毛 請問 希臘神話中 雅典娜敲出了什麼東西 雅典娜敲出了什麼東西代表了豐美跟和平 他的選項有 一 金蘋果 二 是神妙 雅典娜敲出了什麼東西代表了豐美跟和平 他的選項有 一 金蘋果 二 是神妙 三 是橄欖樹 四 是稻子 吳建倫其實也知道吧 對 因為我剛剛有想要等他選項出來再選 因為錯了兩題了對不對 對 所以就不能再失誤 哇 你沒想到佳琪 前面都沒有先搶 這題先搶 先搶了 哇 敲出了橄欖 橄欖樹 現在英文我們也會說 Extend an olive branch 就是如果我想要 我們吵架了 然後說 Let's extend I want to extend you an olive branch 就是 好 我們來 和解 和解 對 所以現在到現在我們英文也是會用這個 olive branch 橄欖樹 喔 好 佳琪恭喜你了 請上 非常優秀的吳建仁 很可惜在這一回合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看這個節目 我也是從第一集就每天看的 然後 因為我也跟學生說我要來上節目 他們也都覺得很特別 就是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來講的話 題目難度就是非常高 然後當然參與者們也都非常厲害 所以我還是很希望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下次可以再來一次 然後真的可以證明自己的實力 對 但是今天的選手們都非常強 而且題目都很有鑑別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很棒的經驗 各位的表現 就深留我們製作單位的 這個印象當中 將來還是有機會會邀請你們 再次回來的 只要大家勇於挑戰 我們隨時大門都為你們開 謝謝建仁 歡迎送一下 謝謝 一連三千下來 吳建仁的優秀表現 相信觀眾朋友也都看到了 雖然不捨他的離開 但比賽究竟是殘酷的 希望有機會 才能再重返金頭腦的戰場 今天我們兩個晉級了 我覺得我運氣真的是很好 因為他們兩個我都覺得他們很厲害 那剛剛那題真的運氣很好 然後他們後來也纏多了兩題 我看了也很緊張 那就希望我們兩個能夠一起撐到最後 那看誰把那個大獎代回家 接著進行 下面一題 DK 就讀政大歷史所的吳浩宇 歷史是他奪冠的最佳武器 曾在轉學考時 以高於錄取總分70分 而考上正大 遇到歷史題的話 對手看來是胸多吉少了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一下音樂 現在聽到的歌曲 為著名的基督教聖詩 奇異恩典 創作者為英國的牧師 約翰牛頓 請問 約翰牛頓 因為什麼事 寫下奇異恩典 一 母親過世 二 戰爭饑荒 三 遇上船難 四 妻子難產 請講 陳彥宇 雖然說不是很確定 但我記得 好像有聽過她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是 戰爭饑荒 戰爭饑荒 對我錯 甲小姐來 我覺得是四 妻子難產 你們這裡沒有基督徒啊 那你為什麼沒按浩宇 我只知道這首歌是從 那你為什麼沒按浩宇 艾爾蘭來了 所以你不知道她的 前故 所以不見得是基督教都一定知道的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這首歌其實有的時候也會在 告別 告別典禮也是會 那這樣 可是四個都有可能過世啊 對不對 妻子難產也有可能 戰爭饑荒也有可能 遺症傳染也有可能 這故事蠻有趣的 她選擇四 妻子難產 對或錯 正確決定嗎 應該是三 三 現在的故事是 她已經在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風雨 然後已經快 就是真的是沒了 然後而且還傳破洞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 但是她在那個時候就開始祷告 對 說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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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剛好那個 有一個東西就倒下去 然後把那個洞剛好補住 所以不會沉船 所以船就沒有沉下去 然後她就很感謝祖 然後就說 神經病的 妳是在教會聽到的嗎 沒有 其實這個故事是 有一部電影 她在唱這首歌 她在彈 然後因為那個詞 她就開始講出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 我其實有點忘記是哪一部電影 還滿久以前的電影 然後我就覺得 還滿特別的 遇上船難 對或錯 只有妳對 你看 沒有用 不好意思 有 有 有 對他們講有用 不要有人答對 他們就有用 請準備 請出題 中國傳統上 西半部地區的畜牧活動 採行遊牧 或是定居放牧兩種 請問 造成這兩種不同 畜牧方式的主音 為何 一 日照強弱 二 風勢大小 三 草量多寡 四 收入高低 五 吳浩宇 三 吳浩宇 草量的多寡 對或錯 好 你解釋一下 這個應該是國中地理 在學中國地理的時候 我們會教到天山北路 跟天山南路的形態 是不太一樣 因為天山北路它有開口 所以北極海的水 其實會進入天山北路 所以草會多 對 所以天山南路的話 它比較是靠 就是要綠洲的水源 所以草多的 水源多的 就請用放牧 對 就可以放牧 那如果乾的 就必須要 對 就沒有辦法放牧 喔 厲害了 古天樂隊嗎 可以 好 來 請上 兩位 陳彥宇跟賈千怡 兩個人搶一張票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出題 英文片語 Get in someone's hair 得到某人的頭髮 隱含另一種意思 請問 Get in someone's hair 意思為何 一 告白成功 二 得到有力證據 三 詛咒別人 四 打擾到別人 賈千怡 我覺得是二 得到有力證據 得到有力證據 CSI 對 應該 就是那種感覺 得到有力證據 對或錯 陳彥宇 謝謝 所以我就可以大膽地往 打擾到別人那邊去了 四 為什麼 就其實我也沒有那麼的清楚 這個片語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感覺 Get in someone's hair 那感覺應該是可以 就是有到另外一個人那邊 我覺得是不是跟到 腦子裡面有關係 就是打擾到其他人了 你的理解是這樣 那告白成功也是 就是 告白成功了 你的手在他的頭髮裡面 他是說有頭髮掉 是頭髮掉到你手上還是 是這個意思 Get in someone's hair 就是你真的是 深入了進去他的頭髮裡面 對 那如果像以威婷這樣怎麼辦 他也有眉毛 沒有 所以摸他頭也算 沒有頭髮也算 對 也算 好 所以 今天你認為對還是錯的 打擾到別人 應該是對 Get in someone's hair 就是好煩 就是Get out of my hair 不要再煩我了 很像那個蟲蟲一樣 選擇四 對後錯 恭喜 滿會猜的 所以你本來也是選二 對 就是剛差一秒鐘 就是那一秒鐘 要不然你為什麼謝謝人家 就是你本來要選的人 對 所以真的謝謝 是 陳彥宇恭喜你來請上 其實能參加這個節目 就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 看到報名 然後就上課 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這個節目的問題 真的是 都是很生活化 就是非常有深度 然後可以來這裡 我覺得很開心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很帥 跟很漂亮的主持人 我就覺得 就是值得了 謝謝你來 謝謝賈靜宇 下面一組請就位 為了慎重請見 家教決定改變初衷 綿羊 在生物分類法裡面 屬於什麼科 第一位挺 我覺得是四 你本來要猜哪個嗎 我本來猜中科 因為 打個金頭好就是 就是 都會出到很奇怪的 像會打他一堆一堆 可是慎重一點是四 而且最近才有人說 我們人類是從豬跟猴子加在一起 有沒有 有啊 最近才有的新聞 接下來這一組可怕了 來自頂尖大學的家教們 將進行一場 智力的大亂鬥 除了有成大F4的物理器材 在一起之外 更有新大的國文魔人 李威晴 這次參加的是金頭 誰是最聰明的家教這個單元 平常我雖然就是當學生 可是我還是有 每個禮拜回家一去家教 我覺得這行業是可以幫助孩子 就是在學校聽不懂 或是不喜歡聽不懂 然後太大班課的時候 跟不上進度 可以找個老師 然後自己從最不會的地方下去 針對 然後下去解決他的問題 我覺得他就雖然外表蠻粗 但就是其實性是蠻細膩的 然後就是好像有點兇 那其實人很好 威晴是我們那個 大一新鮮旅館 相當特別優秀的一個學生 他跟同學相處也很像 然後 其實那課外活動也非常的活躍 我們就代表那個 這邊學師班人祝福 威晴他到金頭腦弱 過關獎項 李威晴 拿到十萬塊有請客喔 我一定可以了 請準備 請出題 在生物的分類法裡面 許多常見的家禽 或動物所屬的科目 都跟自己的名字有關係 如果屬於犬科 馬屬於馬科 海豚屬於海豚科 綿羊卻不是如此 請問 綿羊在生物分類法裡面 屬於什麼科 一 鹿科 二 馬科 三 豬科 四 牛科 黃貴隱 我覺得是馬科 馬科 對我錯 李威晴 我覺得是四 四 牛科 是猜嗎 對 你本來要猜馬科嗎 我本來要猜豬科 因為想說金頭腦就是 就是都會出那種很奇怪的選項 是答案最多 就是慎重一點是四 而且最近才有人說 我們人類是從豬跟猴子加在一起的 嗯 有啊 最近才有的新聞 好 那有沒有別的說法 來 蔡成鳳 答案就是牛科 那為什麼 因為沒有之前在外面玩遊戲的時候 有看過類似的意志題目這樣子 他就是在配對的時候是 那個路是路科 然後羊就是牛科 然後羊駝他也是牛科這樣子 喔 羊駝好像是路頭科 不好意思 喔 牛科 對或錯 好 我們可以聽解說 來 請 好 在分類法裡面 有提動物為哺乳動物中 唯一有角的動物 分類學上頭上有角的 若角為死心 會脫落 屬於路科 反之中空不脫落 就屬牛科 而雖然大部分綿羊沒有角 但因為山羊 綿羊皆屬於牛科裡 所以所有羊類都歸為牛科 請準備 請出題 幾何原本 是一本極為重要的數學著作 請問 幾何原本作者是誰 蔡宜智 歐基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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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頓說一下 牛頓最有名的是他的那個三大運動 阿迪卡爾剛剛說過 然後還有他說過 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 我是故我在 我是什麼 我忘了 沒關係 我是故我在 那個 我是什麼 我是故我在 我是故我在 對 對 然後高師就剛剛說過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數學家 對 好 來 恭喜請上 你不要看這個主題叫做家庭 家庭老師 其實他們都非常厲害 對 你看了幾乎每一題 十之八九都是沒有選項就按了 巧克快 而且還能解說 這位是令尊嗎 對 這位我爸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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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小孩子一些鼓勵來 謝謝自助單位給年輕人 留下記憶回憶 繼續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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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組請就位 再看完了 前面幾組的智力過招後 接著要登場的三位 同樣有一場硬仗要打 而身為承擔F4的議員 宋康能否挺住壓力 和團員們攜手敬起呢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一下畫面 大家好 我是凱莉老師 最近出的新書 凱莉時尚玩手耳 請大家多多支持喔 今天帶來一個有關於化妝的問題 那化妝可以讓自己看起來更有氣色 但是以前在西方最初的時候 目的卻不是這樣子喔 請問 化妝最初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一 演示身分 二 演戲需求 三 遮掩臉上的疤痕 四 彰顯地位 請就答 好 陳鋒 一 演示身分 過去化妝是為了演示身分 對或錯 第一 我選三 做臉上的疤痕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是可能 坑坑洞洞不好看 然後一開始的目的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以前不是為了 真正的是為了漂亮 是把一些東西折 對 折起來 宋康呢 我本來也是想要選三 那你的講解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 因為感覺二跟四比較 比較不對 對不對 就是除了一以外 應該是 應該是三 應該是三 應該這麼解說 過去是不是有犯罪的人 臉上都要 我覺得不是那種疤痕 不是 因為像那個埃及他們也會畫那個眼線 然後那個是為了那個封殺過來的時候 就是避免它進去 所以也許這個疤痕是有什麼病啊 還是什麼的 然後你割完 你擦完的時候也是一種藥 你可能講是天花或什麼那種 會產生水痘之後 對 產生的疤痕痕巴巴 對 我想的是這個啦 我不知道 對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選項應該是對的 嗯 應該是有功能性的 三 遮眼臉上疤痕對或錯 恭喜 這個應該是屬於 剛剛你講的沒錯 應該是屬於天花或這種水痘的吧 古天倫請解釋一下 西方世界的化妝品盛行 始於17世紀 最初目的在於 天花痊癒的女性病人 用來遮眼臉上的疤痕 對 果然是沒錯 本來我第一個想說 是不是因為他們有犯罪之後 有留下一些 後來你講 有記憶了 應該是天花了 李懿 恭喜你請上 恭喜 蔡成峰跟宋康兩個要搶這一張票了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請問 下列哪個行為 運作時不需要提供向心力 一 轉彎的汽車 二 繞行地球的人造衛星 三 空中自由落下的小石子 陳峰 三 對或錯 四個選項是 遊樂場中的海盜船 運作時不需要提供向心力 繞行地球的人造衛星 它是軌道不是 對它是軌道 所以說要有引力才能動 要有引力才能變成固定 對 轉彎氣身那不用講一定有 對一定有 因為還有那個離心力跟向心力的問題 所以我聽到三就先選三了這樣子 對 所以你再妹的話要盡量左轉 對 對 右轉 左轉 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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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右轉我就會 OK 恭喜您 陳峰請上 宋康參賽感應 對啊 就是 剛剛這題其實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應該 這個應該是少數會的聲音 對 那就是沒關係 我覺得還是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覺得大家都真的很厲害 對 然後 當然也希望我還有三個同學在這邊 希望他們都可以晉級 這樣子 對 那剩下的三位就繼續加油 繼續幫陳在意選系爭取榮耀 即將要進行的是今天的最後一組對決 而剛剛還失去一位戰友的胡紀倫 馬上需要面臨兩位台大高手的圍剿 究竟他能不能撐起成大F4的招牌順利過關呢 每一組真的都讓人家記得 因為都有很厲害的高手在 那三個就是要保留兩個淘汰一個了 現在已經淘汰七位 看誰是最後一個淘汰者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為什麼物品在高山的重量比在平地輕 一 空氣稀薄 大氣壓力小 二 體積變大 密度變小 三 磅秤在高處 秤重會減小 四 離地表越遠 對 記準 還是四 四 前面三個都不是啊 對 對或錯 離地面越遠 沒錯 就是有一個公司是R平方分之GIMM 就是主要就是你離地心越遠 那你相對來說影地就會越小 所以在外太空就根本沒有了 對 所以離地表越高就會 但是它謝馬那三分更輕嗎 對 沒錯 就 我就會變成60公斤這樣 真的喔 對 你會變60 好 恭喜你請上 吳子庸 上鳴加油 這些兩個到底誰會過關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出題 植物中 有一種植物激素 叫梨層素 請問 梨層素的主要工用是什麼 一 改變葉片顏色 二 防止葉片老化 三 減少水分散失 四 使果實掉落 五 吳子庸 應該是 應該是三吧 三 減少水分散失 對或錯 恭喜你 吳子庸請上 上鳴請參賽感應 我今天來上瓜哥的節目 因為我知道瓜哥的節目 收視率非常高 我想藉由這個機會 和觀眾朋友來分享 我認為學習當中最不重要的 就是成績和名次 而最重要的是在學習當中 找到快樂 並且在學習當中 提升自己的自行 這樣子學生在未來的 這個人生當中 都會變得比較順利 謝謝大家 說得非常好 謝謝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比賽過程 觀眾也是在享受 大家也在享受 雖然有壓力 但是越高壓力的 觀眾 越看起來越刺激 因為他們在看節目當中 也希望能獲到一些知識 這最重要 我覺得老師剛才 反而好像是 在勉勵我一樣 對 就是失敗了 要重新爬起來 再繼續加油 那我覺得老師 對我來說 還是一個追求的目標 對 那希望以後 可以繼續一起加油 希望有機會 再來參加金頭腦 這老師教會不會嚴格 不會 不會 老師人很nice 很nice 對 老師其實應該蠻驕傲的 你驕傲的學生 已經都變成是家教了 是 對 也謝謝你了 來 謝謝瓜哥 謝謝 歡迎送一下上名 謝謝 真的蠻厲害的 比大家預期當中的更厲害很多 因為他們都是身為家教 大家家教就覺得是一個知識 各位老師 他們知識非常豐富 而且幾乎題目都是沒有選項 所以進入明天賽事會更精采了 今天24位淘汰8位還有16位 恭喜16位過關者金頭腦明天敬 為人師表家將們 實力果然不在廣下 而晉級的16位更不是高手中的招手 雖然承打F4 在今天失去了一路夥伴 但相信憑F3的力量 夺冠仍是大有機會 賽事進行到第四天 我們必須要轉換跑道了 我們再也不是F4了 我們現在是新的團體 我們是Dream Girl 雖然我們已經解散了 宋康也已經單位了 但是沒關係 他還是可以回來 他還是可以回來 我還是可以回來去去去 我們還是一個團隊 我們將帶著宋康的遺致 一路突破到10萬塊 加油 加油